先分三個區域去做剪菜 鬆鬆的把它抓著髮片的地方就可以了 一點一點修剪 不要一次太貪心 大多數人剪瀏海的時候都會在洗澡之前剪 其實剪瀏海最好的時機是 嗨 大家好 我是賀爾 我是會髮型師 不管你是空氣瀏海 撒嬌瀏海 或是漫畫瀏海的 你一定有這個困擾 就是我們每次剪完瀏海之後 你可能會覺得 不到兩個禮拜好像又長長 快要眨到眼睛的感覺 但是如果一剛開始剪太短 又會覺得呆呆的 可是如果每一次瀏海一長長 就要上髮廊去單純剪瀏海的話 又會覺得太麻煩 尤其是現在防疫時期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盡量避免出門 今天我會教大家 如何再加零失誤的修剪瀏海 登登 這是我這次的模特兒小美 大多數人剪瀏海的時候 都會在洗澡之前剪瀏海 因為想說剪完瀏海 我們就可以洗澡洗臉 把臉上的髮屑都洗乾淨 但是我們下班一整天 或是在外面奔波一整天 其實臉跟頭皮都是出油的狀態 如果瀏海出油的狀態的話 它其實是會往下塌的 往下塌的時候 如果你剪的長度太剛好 我們洗完澡洗完頭 吹乾之後 它會往上膨 所以在出油的狀態下去 剪瀏海很容易長度拿捏的不對 很容易剪的過短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們出油的時候 瀏海是往下塌的 然後施髮也是喔 如果你在施髮的狀態下去 剪瀏海的話 也很容易吹乾之後 它長度往上縮 所以會變成說 你剪的瀏海會太短 所以剪瀏海最好的時機 是我們洗完澡洗完頭髮之後 吹乾後再修剪 因為這樣子修剪的長度 才是實際的長度 然後髮瀏也是順的 剪瀏海之前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把瀏海區域 跟旁邊修飾的地方先分出來 分出來的時候啊 你可以先稍微撥動 讓它自然垂落掉下來 而且我這次已經先把瀏海 稍微剪長一點點 有點像模擬 你已經本身有瀏海的狀態下 我們要去稍微修短的時候 先這樣分出來 如果你怕它掉下來的話 你可以用夾子夾著 或者是直接像這樣 塞了後就可以了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工具的選擇 我會建議啊 可以買一把這種專門剪頭髮的剪刀 當然不用像設計師這麼貴幾百塊就ok了 為什麼不會建議這種普通剪紙的剪刀 原因是因為剪紙的剪刀 通常我們拿來剪很多東西 它已經不利了 你不好去剪斷頭髮 再來是它的剪刀頭又圓又大 所以你當你放在臉上這樣剪的時候 很容易失焦 再來就是它不好去拿捏剪材 如果都沒有的話也可以選擇這種小剪刀 這種小剪刀因為它比較小 所以你比較好控制它剪刀剪的位置 剪瀏海之前我們要特別注意 通常大多數的瀏海都會留有旁邊修飾的位置 所以我們剪短的區域啊 其實只有在中間這邊 中間這個位置 這邊的話我們要分成三個區域去修剪 第一個是中間短的位置 然後再來是兩邊修飾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一剛開始下到要修短的位置 只是在中間這個地方 因為如果沒有先分清楚這三個位置的話 我們很容易修剪的時候 會把瀏海越剪越寬 或者是越剪越厚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個點 就是要先分三個區域去做剪材 剪瀏海前就像我剛剛有說到的 一定要先把這三個位置 先區分開來 因為通常我們短瀏海都有旁邊 漸長修飾的地方 所以等等第一刀要剪短的位置 是在中間這裡 先不離兩邊的位置 這個區域先清楚分出來的原因 所以沒有先分出來之後 它很容易越修越寬 甚至把這個修飾的地方都修短掉 剪瀏海時啊 記得不要拉得太緊太貼 鬆鬆的把它抓著髮片的地方就可以 然後我們先一點一點修剪 不要一次太貪心 然後先看一下 是不是你要的長度 如果不夠的話再修剪 因為剪瀏海最怕的就是一次 不小心修得太短 如果你平常啊 你會瀏海夾彎度或是上髮卷的話 我會建議可以保留一點點長度 像這樣可能眉毛下的位置 等我們夾彎或是吹彎之後 它就會往上縮 剛好會在眉毛下一點的位置 比較不會覺得容易呆呆的 好我們第一個步驟就先修剪完了 第二個步驟的話 旁邊銜接的地方 你會發現我剪刀都是拿直的剪 我不會橫著一刀剪 因為這樣子修出來比較柔和之外 也比較不會一下子就修到太多 旁邊那個銜接的位置 我們就一樣用直的 稍微把它剪揉合 銜接過來 這樣子瀏海就修剪完成了 但是啊 如果你很怕把旁邊修壞的話 你也可以只單純修剪中間 等到你去找你的設計師的時候 他再幫你修剪旁邊的位置 因為我覺得旁邊這個位置 修剪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單純覺得 瀏海快眨到眼睛的話 可以先修剪中間這個位置就好 一樣 往下梳 這裡有一個突出來的地方 你如果自己剪的話 你就是往上看 一點一點慢慢修就好了 記得都是有點拿直的 或是有點45度角去修剪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剪完長度之後 再來就是瀏海的造型 瀏海做造型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分三個區域 中間短跟旁邊漸長的地方 夾彎的時候一樣分三個等 分中間短旁邊漸長的地方 夾的時候其實我不會太刻意的夾得太晚 稍微的一點點幅度跟膨度 旁邊的位置的話 也是 帶過就可以了 旁邊記得不要夾得太卷 或太晚 因為太晚很容易就是會 視覺感覺兩邊膨兩塊的感覺 這樣 並腳的位置的話也可以像這樣 用底指甲夾一個彎 但是如果你平常只是想要綁頭髮的時候 有一些修飾的話 你也可以先塞耳後 然後要綁的時候再拉出來 它就會順著耳朵的形狀 有一個修飾的弧度 這樣子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啊 在家也能 零失誤的修剪瀏海 每一家薩龍每一位設計師 剪髮價位不一樣 所以修剪瀏海的價位也會不一樣 但是 如果你已經有讓我服務過了 你想要修剪瀏海 修剪瀏海費用的話 記得幫我投進這個 咦? 我們櫃台放了這個 流浪動物木板箱 金額隨意其實都可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追蹤我喔 我們下次見 然後我沒有戴口罩 因為現在全變了 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掰掰 大家記得做好防疫喔